一桌 兩桌 三桌 四桌 大禮堂內洗開70桌 只是這圓桌上不是冷盤魚是甜湯 而是課本考卷 筆記本 其實可以讓大家一起讀書 其實也很好 他們場地可能較有限 所以 不過這樣安排 但是我覺得這樣其實還滿貼心 正式彰化原理加上大禮堂 今天沒有外界當婚禮會場 而是舉辦國中會考 延年夏日高溫33度要準備考試 消防租來喜宴桌椅 把休息區一秒變長 喜宴區 因為我們有29個市場 幾乎所有的教室都當考場 那沒有辦法就再把這個大空間 紅色絨布一套大紅圓桌 這一些桌椅是校方 和專門辦喜宴的業者租來的 每一桌坐8個人 一旁冷氣大放送 不曉得的人還以為就是在吃板的 只是這樣的舒服環境 校方說是因為教室都拿來考試用了 就為了讓會考的學生們 能有個好環境 全力衝刺 國國中會考第二天 校方想方設法 讓同學能拿出最好戰力 考考場休息區一片大紅 整個喜洋洋 希望喜宴桌上念好書 同學們成雞蛋也能燒來好消息 謝謝詹平宏 正好報導